第四千一百九十七集 叶晨道 小黄 两位前辈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我隐约之间捕捉到了一丝极为不安的感觉 此地不宜久留 天机捕捉之下 叶晨总感觉此地非常危险 如果再逗留下去 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不测 北莽霄微微寒手 似乎发现了什么 应该是魔祖吴天快到了 我们赶紧走吧 叶晨惊道 魔祖吴天 难道他要来 原来这股危机的感觉 居然是魔祖吴天所带来的 北莽霄宁仲道 我们夫妇降临于此 已经被魔祖吴天察觉 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叶晨道 前辈与魔祖吴天有恩怨吗 北莽霄道 倒不是恩怨 只是我梦掩神族的祖地 在悬海边缘 魔祖吴天一直想找到 进入悬海的办法 所以曾经多次发信给我们 微迫利诱 想逼我们说出悬海的 进入之法 叶晨心中一动道 悬海 北莽霄宁仲道 正是 黑暗进海除了外海内海之外 还有一个悬海 传说是红军老祖的 一滴眼泪所化 无比神秘 我梦魇神族的祖地 便在悬海的边缘 但具体如何进入 我也不知 我们祖地只是在海边 叶晨道 魔祖吴天此人 喜怒无常 还是不要轻易地招惹的 我们走 说完 叶晨等人遇风离去 北莽霄在前面带路道 轮回之主 我带你去北莽祖地看看 叶晨道 也好 北莽祖地在悬海边缘 而且是昔日 梦魇之主的故乡 里面说不定 有红军老祖残留的机缘 叶晨倒是很有兴趣去看看 如果能得到北莽市的助力 他对抗万须 也能多一分把握 众人一路向北 小黄初次与父母团聚 自是不胜欣喜 叶晨也为他感到高兴 一路向北飞行 众人即将要飞离外海的地界 但就在这时 前方的虚空 突然一阵雷霆震荡 然后黑气暴涌 一朵朵漆黑的莲花 在天海间绽放 无数莲花绽放之间 又有千万只黑色蝴蝶 哗啦啦飞舞而起 极为绚丽壮观 千叠奇舞 魔祖无天 北莽霄与北莽靖夫妇 顿时神色大变 异口同声地惊呼 却见漫天黑色莲花绽放 蝴蝶飞舞之间 一道身影渐渐浮现而出 那是个中年男子 一身黑袍长发披散 端坐在一座黑色莲台之上 神情淡漠如水 永恒的冷峻 正是魔祖无天 此刻的魔祖无天 周身有一只只黑色蝴蝶幻化 身形须须伏伏 朦朦胧胧 明显只是一缕分身 但在这分身背后 却悬浮着一颗天珠 那天珠镌刻着千万只蝴蝶的图腾 非常瑰丽壮观 这时 夜晨看着那颗蝴蝶珠子 顿时惊恶 北莽笑道 是魔祖无天的法宝 千蝶天珠 千蝶天珠 夜晨眼瞳微微收缩 也捕捉到了天机 原来千蝶天珠 便是三十三天太上神器 十大天珠之一 到了这一刻 传说中的十大天珠 夜晨已经全部见识过 分别是 武神天珠 斗神天珠 方舟天珠 惊哲天珠 秀东天珠 英种天珠 灵虚天珠 崇阳天珠 望书天珠 千蝶天珠 上次魔祖无天降临的时候 也是一道分身 但当时他没戴法宝 而这一次 魔祖无天居然动用了法宝 明显来意不善 魔祖无天嘴角 带着冷漠的笑意 扫视全场 望了望夜晨 又望了望北莽霄夫妇 最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北莽霄身上 笑道 北莽霄 好久不见 话音落下 魔祖无天身后 风暴震荡 一道道强大的身影 浮现而出 足足有数万人 这数万人 大多身穿黑色铁甲 威武腾腾 显然是旧日盟大军 数万人骑袭降临 不发一言 军容整肃 气息阴沉冷记的下人 给人一种 无比巨大的威压 在旧日盟大军前 是十几个旧日盟的 高层或重要人物 折天摩帝 与黄雅飞 洪轩等人 都在其中 夜晨刚与折天摩帝 道别不久 此时又重新见到他 两人四目相望 都是沉默 折天摩帝身不由己 甚至想给夜晨暗中提示 但最终都被无天破坏 现在他们立场不同 阵营各异 却是不能随便交谈 而现在魔祖无天降临 明显不是冲着夜晨来的 而是冲着小黄的父亲 北莽霄而来 北莽霄的修为 达到百家境四层天 而且只长着翻天印 实力着实强悍 魔祖无天 真身不能轻易降临 因为旧日法则 与当今时代冲突 一旦离开旧日盟的道场 他会无比难受 所以他降临下来的 只是一道分身 只有一道分身 面对北莽霄 他自然无比慎重 足足带了数万大军过来 而且自己也带了法宝 北莽霄看到那数万大军 已经铁筒般地 将他与夜晨等人围住 顿时目光一沉道 魔祖无天 你想做什么 魔祖无天 微微一笑道 没什么 北莽霄 我无意与你们 北莽氏为敌 只是想向你 探听一点小事 北莽霄道 什么事 如果你想问 进入悬海之法 我还是那句话 我也不知 魔祖无天道 你们北莽氏祖地 就在悬海边缘 你镇守那地方 十几万年 怎么会不知道 踏入悬海的办法呢 我看你是想 独吞悬海的机缘 萧老弟 我劝你一句 吃毒食 没什么好下场 北莽霄道 我真不知 而且悬海到底存不存在 还难说得很 我们在海边 只是看到海市渗楼罢了 梦境般的存在 魔祖无天目光一寒 力声道 怎么不存在 传说 万物母剑绝 和荆棘王冠 就在悬海里面 你不肯说出入海之法 肯定是想独吞这两门 九天神术 听到魔祖无天的质问 北莽霄脸色顿时 变得无比难看 万物母剑绝 荆棘王冠 夜晨听到魔祖无天的话 心中一动 隐约之间 也是捕捉到了一缕天机 这缕天机 关乎到九天神术 有两门九天神术 传说 就在悬海里面 分别是 万物母剑绝 荆棘王冠 万物母剑绝 相传是红军老祖 为了悼念王七 创造出的一门剑法 此剑法有造化万物 孕育一切的大气象 而荆棘王冠 则是九天神术里面 最为特殊的存在 这九天神术 其实是一尊王冠 由天地太初诞生出的 荆棘编织而成 谁能戴上这王冠 谁就可以执掌 荆棘杀法的力量 非常的厉害 而传说 万物母剑绝和荆棘王冠 都在悬海之内 悬海里蕴含的机缘 可想而知 有多么的丰厚 如果谁能踏入悬海 并能得到 那两门九天神术的话 足以逆天改命 九天神术 一共就只有九门 每一门都是无比珍贵 随便炼成一门 都可以雄霸天下 旧日盟与万须神殿 恩怨争斗严重 魔祖无天实力 稍逊于羽皇古地 如果最终开战 多半是难以取胜 而想战胜羽皇古地 这两门九天神术 却是关键所在 所以这数万年间 魔祖无天不止一次 威迫利诱 要逼北莽霄说出 进入悬海的办法 但北莽霄却是无奈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可惜魔祖无天不信 甚至魔祖无天还以为 北莽霄想知毒石 独霸那两门九天神术 魔祖无天 你不要逼人太甚 我们夫妇真不知道 北莽霄也是开口道 魔祖无天哈哈大笑道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你们夫妇狼子野心 人尽皆知 你们一个想执掌荆棘王冠 一个想执掌万物母剑爵 夫妻双神何必 重现北莽荣光 天下无敌 等到那时候 我的位置都要让给你们了 叶辰脸色一沉 看来魔祖无天 与北莽霄夫妇之间 误会实在太深了 已经无法化解 也是 就算换作夜沉 也很难相信 北莽霄夫妇 会不知道入海之法 毕竟北莽市的祖地 就在悬海边缘 悬海里有两门九天神术 触手可及 体肤无罪 怀必其罪 现在北莽霄夫妇 正是怀必之人 遭到了魔祖无天的觊觎 两门九天神术 这惊天的机缘 没有人能够抗拒 像魔祖无天这种高手 当时排名前三 一般的舞蹈神通 兵器法宝 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提升作用 也只有九天神术 这种逆天的神通 才能引起他的欲望 况且魔祖无天是著名的舞痴 非常痴迷于舞蹈 足足两门九天神术 他岂能抗拒 北莽霄沉声道 魔祖无天 我再说一遍 我真不知入海之法 如果能进入悬海 我北莽氏早就搬进去了 怎么还会滞留到今天呢 魔祖无天呵呵地一声冷笑 你们掩人耳目罢了 北地里趁人不注意 肯定偷偷进入悬海 妄图窃取九天神术的机缘 但你们气韵浅薄 得不配位 始终没有资格执掌九天神术 倒不如乖乖地说出来 我不会亏待你们 北莽霄怒道 不可理喻 你非要如此误会 那我也没办法 请你立即让开 我北莽氏族不想与你们旧日盟冲突 说着 北莽霄祭出了一尊金色印喜 正是翻天印 翻天印 红军法宝 果然气象森严 魔祖无天看着那翻天印 暂许地一笑 然后冷冷道 可惜你气韵太差 发挥不出这法宝的威力 我给你一个机会 立即放下法宝投降 说出进入悬海的办法 我可奉你为座上宾 若你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无情 他话音一落 周围数万大军 立即踏前一步 拔出兵刃 祭出法宝 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